各位观众晚上好 晚上好 今天是11月13号星期三 农历10月17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习近平会见希腊前总理 习近平和希腊总统共同参观 雅典卫城博物馆 习近平抵达巴西利亚 出席金关国家领导人第11次会晤 习近平开放合作 命运与共单行本出版 38分钟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 应埃及议会议长阿里邀请 全国政协主席汪洋 10号至13号对埃及进行正式访问 分别会见总统赛西 总理马德布利并同阿里举行会谈 卢永根的一生充满了爱国情 报国志 他扎根祖国大地 让自己的梦想与党和国家的事业相融相生 水稻开花结果 稻香四溢 卢永根的一生 更是硕果雷雷 其中最宝贵的就是他一心向党 一生爱国 一生正气 一生公俭的情怀和情操 与祖国同成长 与人民共奋进 这样的人生必定芬芳无限 为期五天的第二十一届中国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 今天在深圳开幕 参展国家的数量创历史新高 您看 对于即将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 第十一次会晤 巴西各界人士表示 相信中国将继续在推动金砖合作机制 不断发展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感谢收看 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移动网 下载地址可以搜索央视新闻家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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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